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好 我们又有一次机会一起学习 今天我们要学习诗篇136篇 有圣经的请你先打开这 我还呼吁要求每一位 如果你能够预先读一次 听了我们的学习分享以后 再读一次 我相信会收益更多 你不妨试试 愿上帝也祝福我们今天的学习 136篇 我给一个题目 叫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就读先读第一节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这136篇 一共分26节 其中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知道出现出 也出现26次之多 所以呢 这篇诗被称作大哈利路亚诗 大的哈利路亚诗 因为称谢耶和华 就是哈利路亚 这是在基督徒口中 或者在某些场合里面 你们会听到的 当然非常著名的 就是大音乐家 哈德尔所做的 米赛亚神剧当中的 哈利路亚诵 现在甚至成为传统 一唱到哈利路亚诵的时候 全体听众都要起立 因为有一次英国的国王 他听到这首诗 都情不自禁的 肃然起立 地上的当时的 大帝国的君王 在万王之王面前 他也肃然的尊敬起立 这就成为今天的传统 但不管怎么样 那么所以诗篇136篇 就被称为大哈利路亚诵 在圣殿当中诵唱 很可能是由祭司来领唱 会中以副歌来回应 这首诗的主要的内容 跟上一篇135篇是雷同的 都是歌颂上帝大人的创造 以及他对以色列的救赎 以及是他们得胜的一个史实 创造和救赎 我们知道 原来就是圣经的两大主题 他们奇妙的内涵 是超过我们所能够领略的 但是都彰显了上帝的大能 特别是他的慈爱 人间的爱 即使是真实的 但由于人的生命的短暂 所以都带着有限的一个印记 你说什么 有的时候父母很爱子女 或者有的时候 治愈很爱父母 但是这个爱能够永远长存 不可能 父母可能要安息 要死去 这是很明显的现象 有的夫妻之间 在谈恋爱的时候 爱得非常的深好像 但是不要说现在很多 结了婚以后不久就离婚 这不想 就是很好的爱情 很有基础的爱情 也不能垂直永远 对不对 总会要离开世界 所以唯有上帝 耶和华这次就自由拥有 这样一味的爱 才是永远长存 对不对 永远长存 更加不要说了 在这世间有多少的 什么虚情假意 有的是用交换方式的 这种所谓的爱 在这种情况下 上帝永远长存的爱 真的是令人羡慕 以及使人的安慰 这里说 你要称谢耶和华 因为他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从第一节开始 第二节第三节 第二连三年 从人看来好像 不嫌其烦的 提出同样的字句 更加显出这个主题的一个非凡 同时呢 是不是也暗示了 三月真神的同一个本性呢 称谢呢 称谢那独行大事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称谢呢 铺地在水椅上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称谢呢 造成大光的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造月亮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上帝以大能和智慧 所造成的奇妙的天地 都是跟他的慈爱 分不开 爱比地心血力 更加吸引人 比大气压力 更加强 注意抵御世界的压力 伊甸园没有爱 就不成为乐园 我们哪怕在 这个大自然中 我们说 尽管已经饱受了 人的蹂躏 其中还是能够 看出上帝的爱来 其他一切都会变 但是爱 是永不止息的 当有一天来到的时候 正像有首诗所讲的 怎么讲呢 信便看见 我们现在 信就所望 自是实地 未见自是缺具 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 我们所相信的 都看见 望便欢心 探望的时候 等啊等 但一看见了呢 那当然是快乐 但这首诗说 信便看见 望便欢心 但爱永差 天国里面爱 还要继续 不断的 延伸 继续不断的发展 这啥叫天国 否则话 如果没有爱的地方呢 不要说 不是天国 简直是地狱 有没有 在人间 许多的家庭当中 人间 有的社会的角落里面 充满了种种种种的 不幸 痛苦 悲哀 到处你可以 看到的是眼泪 听到的是叹息 甚至自身遭受的是 种种的侮辱 欺诈 虐待 今天这个 家暴 Family Violence 很严重 西方有 东方有 为什么 没有爱 根本已经不成为家 没有了爱 哪怕是 金碧辉煌的豪宅 哪怕是 宫殿 都是地狱 上帝不仅仅 我们说 是大自然的主宅 也是以色列人 和今天我们这些 属灵的 以色列人的救助 诗人就提出他所熟悉的 民主国家的历史 称显 基沙埃及人的 长子的 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他领以色列人 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称显 分裂 红海的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他因以色列 从其中经过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却把法老和他的军兵 推翻在红海里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称显 亚摩尼王 西红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又杀 巴塞王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我们说 打击 以色列的敌人 是上帝 是上帝 自爱 作为的 另外一个方面 但是 再次另外一方面 是 他将他们的地 赐给他的百姓 为业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他顾念我们 在卑微的地步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他就把我们 脱离敌人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他吃粮食 给凡有血气的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上帝对他 子民的 大师眷顾 在供应 日用的饮食 以及土地的 急贡商 解救他们 被压制 受奴役 提拔他们 所有这事情上 都彰显上帝 千般万般的 慈爱 你们要称谢 天上的上帝 因他的自爱 永远长存 世人对以色列民的 招情 我们今天 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能否在 我们的根源上 看到上帝的爱 在教会 以及个人历史 以及生涯里面 看到上帝的爱 在转为为安 转配为态当中 能不能看到 上帝的爱 比如说 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上帝说 非但是我们 能忍受的 而且要给我们 开一条出路 我们能不能 看到上帝的爱 在我们每天的 现实生活里面 在自己的经历里面 有否 这种经历 在这样的经历里面 我们是不是 看到上帝的爱呢 我们如果 常常的感受 和认知上帝的爱 我们必定会 实时的赞美 我很希望 学诗篇 136篇一样 把我们自己 感悟的 领会的上帝 在我们卑微的人身上 所有的恩典 拯救 保守 怜悯 都写出来 而且都说 因他的爱 永远长存 如果我们的心 被上帝的爱 所感召 我们就会 实时的 称颂耶和华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愿上帝赐福给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福